这一集我们来讲紧箍咒 紧箍咒还有金箍棒 这是孙悟空的两大logo 这两个东西其实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金箍棒象征着力量 而紧箍咒则象征着约束缚 在修纪里边 金箍棒出现频率那当然是非常多了 几乎每一季都会出现 紧箍咒却被念了非常有数的 寥寥可数的几次 但是这是不是说紧箍咒就不重要呢 完全不是 紧箍咒非常重要 当宋空拿起金箍棒的时候 象征着排山倒海无所不能的力量 但是这份力量究竟是用于何地 是成佛还是成魔 是为善还是作恶 则离不开以紧箍咒为象征的那种约束性的力量 当然了 孙悟空啊 紧箍咒啊 什么金箍棒啊 这些都是作家想象的虚构出来的产物 但是其中的道理和启发 也同样能够应应于我们的人生之中 紧箍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它是出现在第八回 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八回 那个是如来啊 确定取经大业之事 当时如来分析了天下四大部州 北巨卢州 南善部州 犀牛鹤州和东圣神州 这几大部州的人心善恶之后啊 那么最后决定 在南善部州 也就是东土大唐 选一个取经人 苦力千山万水 拜佛求经 永传东土 教化众生 挑选取经人的任务呢 如来是把它放在了观音菩萨身上 观音菩萨临行的时候 如来不是拿出了几样宝贝吗 有锦兰袈裟 还有九环西杖 另外还有金锦金 一共是三个菇给他 当时如来对这个菇的说明是这样的啊 说瓷宝换作锦菇 虽是一样三个 但只是用个不同 我有金锦 金的咒语三篇 假如路上 装件神通广大的妖魔 你须是劝他学好 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 他若不服使唤 可将此孤于他待在头上 自然见肉生根 各以所用的咒语念一念 眼障头痛 脑门接裂 管教他入我门来 这是锦箍咒第一次出现 那么什么时候这个菇算是带到了悟空脑袋上呢 是在第十四回 当时两个人是正在赶路 忽然一声呼哨闯出六个毛贼 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很象征性的 这六个毛贼挡住七路死要千财 悟空把几人打死 剥了衣服 夺了盘缠 笑音音地拿给师父 这悟空原来是个大魔头 轻轻松松把他们拍死 把衣服什么之类的 全都抢来 抢来之后 捧给唐僧 他希望得到的是唐僧的奖励表扬赞美 但是实际上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是唐僧的一通骂 给他讲了一通 扫地控伤 楼一命 爱惜飞蛾 杀赵灯之类的大道理 宋空不服 说师父照你这么讲 我当年在花果山称王作祖 我杀的人多了去了 唐僧就说了 就是因为你当初没手没管 七天狂上 这才被押在五星山下 如今你入了沙门 假如还像当年那样行雄 肯定是上不得喜天 取不得真经 宋空听 唐僧在这唠唠叨叨叨 啰啰嗦嗦 按不住心的火发 说你既然是我做不得和尚 上不得喜天 我回去就是 说完一个跟头 就向花果山的方向 跑回去了 就在宋空走了不久以后 观世音菩萨化作一个老母 就出现了 捧出一件棉衣 棉衣上有一顶花帽 说等你徒弟回来 就把这个衣服给他穿了 把这个帽子给他戴上 我再教你一篇咒语 这篇咒语换作定心真言 又叫紧箍咒 你可按念手 千万不要泄露给其他人知道 我赶上他 叫他回来 还跟你 你却将此衣帽给他穿 他若不服你管 你就默念此咒 他再不敢行凶 也再不敢去了 说完 画作一道金光 回归南海而去 宋空其实他没有回到花果山 他在回过花果山之前 他其实心里面有点犹豫 跑到东海龙宫里边 结果让东海龙王一番好话 劝得他回心转意 回来的时候 这个唐僧正在路边坐着 唐僧一看宋空回来了 就让宋空打开包裹 拿干粮给我吃 宋空眼尖一打开包裹 一看就看见这个花帽 一看就看见这个棉衣 悟空非常欢喜 衣服帽子都做得非常漂亮 就问唐僧是哪来的 唐僧怎么解释 说这个是我小时候穿戴的 你要能穿就送给你爸 还说了 这衣服这帽子 那跟别的帽子不一样 这个帽子你戴了 你不会念经 戴上帽子你就会念经 这个衣服穿上 你不会眼里 但是穿上衣服就会眼里 三藏的话 一下就激起了悟空的好奇心 这个好奇心害死猫 好奇心也害死猴 这个赶忙 穿上衣服戴上帽子 宋悟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 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我想念哪个经 我没学过 但是我会念 我不会眼眸中理 穿上这个衣服 我会眼眸中理 结果是什么呢 三藏在旁边 一看孙悟空帽子也戴上了 衣服也穿上了 于是就开始默默念那紧箍咒 这孙悟空会眼里了没有 会念经了没有 没有 倒在地上喊疼 痛死我了 疼死我了 跌到地上满地打滚 三藏看到悟空痛不欲生 心中也有不忍 就停 一停 这个悟空就不疼了 悟空说怎么回事 你再念念 唐僧就念 一念悟空就疼 这时候悟空发现了 二者之间的关联了 原来握着头痛 是师父你咒我的 脑袋有这个想敲下来 怎么也敲不下来 七月九月九不断 见肉生根